大家好,我是阿勇,本期视频分享一个湖南特色家常菜,白辣椒烧黄鱼 首先呢,我们准备100克的干的白辣椒 先用清水呢,把这个白辣椒呢,泡上15分钟左右 用这个时间呢,我们准备一条宰杀并清洗干净的黄鱼 首先先用食品用纸吸干黄鱼表面的水分 下面给鱼身的两边改上花刀 改好后呢,我们再用剪刀剪去鱼齐 一一剪好后,我们放到一边备用 下面准备生姜少许切片 小米椒两个切丁 再切蒜片少许备用 现在这个白辣椒呢,也泡好了 这个白辣椒不要泡得太多 泡到三成左右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用剪刀剪去白辣椒的根地 下面呢,我们再用食品用纸 吸干白辣椒表面的水分 然后用刀把这个白辣椒切成丁 切完后我们放到盘中备用 起锅倒入少许的花生油 油不要倒得太多 油温六成热水,我们放入黄鱼 把黄鱼切到两边焦黄之后 我们孔牛捞出备用 再次起锅,加入少许的底油 油温五成热的时候放入料汁炒香 炒香后再倒入白辣椒丁 中火慢慢的炒,炒出白辣椒的香味 炒出香味以后呢 我们倒入少许的清水 往里面加入蚝油少许 白糖两克 生抽五克,食盐一克 点入一克左右的陈醋 再加入五毫升左右的白酒 下面放入黄鱼 然后盖上盖子 中火焖煮上五分钟左右 五分钟后我们积开盖子 我们把这个黄鱼呢 给它翻一个面 再次盖上盖子 继续焖煮 五分钟后我们截开盖子 先把黄鱼产出放到盘中 我们再往锅里加入少许的淀粉水 汤汁增稠后 我们把料汁浇入到黄鱼上 这样一道入口 香辣未美的白辣椒烧黄鱼就好 你学会了吗 更多加上菜请收藏点赞 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每天在给您不同的美食分享 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美食小厨 阿勇美食小厨